你们可能在座的人也知道 日本的道圣和佛 他是非常出名的企业家 也是一个成功的佛教徒 他很小的时候是怎么样开始修学的呢 实际上他的一个叔叔得肺结核 在那个时候得肺结核的话 基本上现在的癌滋病和癌症一样的 人们都没办法治 医疗还没有那么发达 人们都叫做老病 他就定死的 他的一个叔叔得这种病的时候 他的父亲和哥哥天天都是帮他 本来肺结核是传染的 但是他们会近近距离去帮他 而他自己特别害怕传染 天天都是东多西藏 结果到13岁的时候一看 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没有染上这个病 自己已经染上了这个病 然后染上这个病之后 大家都认为他已经死定了 他自己也是天天晒在太阳里面 他想我什么时候死啊 就一直这样等着 但等着的时候 因为当时的日本都是在那里 他的邻居都是学佛的 然后有一个邻居给他提供一本书 叫做《生命的事项》 他说生命的事项 你看看可能对你有些生活是有帮助的 当他看到这个时候 他说我们在这个书里面介绍 说我们的心就像是吸铁石一样的 吸铁石就是狼照 狼吸引很多各种各样的 那么我们的这种执着和一些费力的心态 也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和痛苦 然后我们的一些善的灵念 正的灵念 也会给我们带来一种真面的快乐 那个时候 道圣和佛从书中进行抛弃 他自己也分析 应该是在我的生活当中 你看我的哥哥和父亲 他就天天跟传染病人接触 结果他们两个没有的 而我天天都是以自私的心躲避 最终我自己已经得到了 染上了这个病 然后他就开始勇敢地去面对 他想我从现在开始放下自我 放下自己的一切 一定要去努力地想帮助别人 当他有这样的心态之后 过了两年以后转变了心态 所有的非结合不予而知 全部都没有了 从此之后 他真正的学佛的经历 从十三岁开始依靠一本书 其实我们有时候人生的转变 依靠一位很好的老师 依靠一本很好的书 依靠一个短短的一些交流等等 有间断的语言也可以会转变 这是确实在历史上也会是有的 有些时候可能是一种痛苦 表面上看这是我很不幸的事情 但实际上对你来讲是一种很好的规览 就像金融 销售家金融 他写的很多 不知道这边新加坡有没有影响 他跟车田大作的一个对话当中 就是说他学佛的经历 他在应该是76年 76年10月份的时候 他的大儿子在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了 他自杀之后 刚开始听到他的儿子 19岁的时候死的那个消息 然后他就特别的心里马上崩溃了 就像是青天壁垒 好像马上他自己也想有自杀的念头 那后来通过这种因缘 虽然在汉地以前也是他看过一些 汉传佛教的书 当然他在有些跟车田大作的有些对话当中 他对大乘佛教的个别的教育 我都是有稍微不同的看法 但是他重的来讲 他对阿汉基 他对南乘佛教的很多经典 是非常非常的发自内心的佩服 他最后读着读着大乘的很多经典 小乘的很多经典 整个人生都完全都是改变了 作为一个销售家 他跟你们方便的时候看看池田大作 池田大作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就是当代的 他跟汤因比博士也有个非常大的对话 其实在这个对话当中 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应该值得需要学习的 我们很多年轻人天天都是看电视 看游戏 天天都是玩 聊天 吃 喝 这不一定是人生的价值观 有些所有的事件都是在吃一些消失上面 整天吃吃喝喝 该学习的也不学习 该努力的也不努力 尤其是要很多有价值的 将来要面对生活的时候 先寻找方法很重要的 我们每一个人肯定会是有自己的人生 会体现自己的梦想 但是这种梦想到底你做噩梦还是做善梦 就是靠你自己 也许你做的噩梦的话 在人生经历当中它更有价值 我觉得价值得也许你代表